文天祥跟崖山之战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文天祥在奉太后之命出城 跟蒙古军机谈判的时候 被扣押在蒙古军中 蒙古大军带着文天祥 以及皇帝一行人就开始北返 前往元大都 当他们走到镇江这个地方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人叫做李廷之 我们知道在宋代末期的时候 很多的一些官员们 祥的祥逃的逃 一点气节都没有 但并不代表当时南宋 所有的人都没有气节 那李廷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李廷之是两怀治治史 当时怀东还在李廷之的手上 他听说了皇帝和太后都被俘虏 所以他就率领了四万大军 准备要把小皇帝给抢回来 当时他率领的大军 在当时的瓜州这个地方 遇到了援军 双方敖战 敖战之下 援冰大半 当时的李廷之率领 兵马是一路追击 可惜呢 一直没有追到小皇帝 也就是没有把小皇帝追回来 所以他担心了自己的揚州有失 他只好呢 就回到了揚州 但这件事情呢 却给文天祥找到了一个机会 所以文天祥就趁着当时的兵乱的时候 于是呢就逃出了援军的魔场 他呢就跑出来以后他要去哪里呢 当时呢他就赶到了郑州 郑州是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江苏的遗争这个地方 当时郑州的首将叫做苗寨成 看到了文天祥非常地开心 因为文天祥的名气很大 他是在李宗时期啊 一个状元 当时呢在电视的时候 洋洋洒洒洒 写了一万多字 文章写得非常的好 所以当时的宋李宗啊 把他点为状元 认为这个人 是天上将给宋朝的祥瑞 所以文天祥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文云孙 但是李宗给他赐名 叫做天祥 字叫做宋瑞 南宋的南京诗县的时候 朝廷啊 就开始天下秦王 当时呢 没有任何人去响应 文天祥接到了这个诏书啊 当时是大哭 开始变卖所有的财产 聚集了大概是一万人 准备呢 来到京城 来入位京城 当时他的朋友就跟他讲 他说元军现在这么厉害 连正规军都不是他的对手 你搞个这一万乌合之众 无意去送死啊 文天祥就说了 他说我知道自己送死 但是大宋养世三百年了 现在君父有难 没有一人一齐入位 我心寒了 我知道这一次去呢 就是送死 我愿意用我的死 来唤醒天下人的公义之心 所以就这样 他当时呢就来到了京城 当他呢逃到了珍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苗再臣虽然接待了他 但是这个时候又过来探马 带来了一个消息 珍州属于李廷之馆 当时的李廷之啊 来了一封信 就说呢元朝放出消息 说他们呢放出了一个宰相 特地到他的房区来劝降 李廷是坚决不详的 所以呢他呢就写信 给苗再臣 说如果你碰到了南宋的这个宰相 什么不要说 赶紧把他给杀了 那你想当时的文天祥 也是百口莫便 苗再臣虽然相信他 但是也无法去违抗李廷之的命令 当时的文天祥 只好又离开了珍州 天下之大到哪里去呢 这个时候他就听说了 两个小王爷 在张世成的拥戴之下 到温州去了 于是他赶紧马不停蹄的 就赶往温州 这个时候他再找到了 当时的组织了 到了朝廷里面呢 是不是一切就能够如愿 他是不是就能够 展现自己的报复 能够恢复宋朝呢 不尽然 因为当时朝廷虽然小 但仍然是扯皮不断 特别是那个陈一中 跟着你说陈一中不是走了吗 陈一中这个人呢很难讲 这个人呢 第一 他不投降援朝人 但是呢 他在朝廷当中一到危急的时刻 他立刻就逃了 稍微安全一点呢 他又回来了 他也不是说一心想复国 而是在朝廷里面不断地在扯皮 就是一个十足的官僚 而且当时的温天祥 跟当时的张世成意见不合 因为温天祥啊 他主张干脆 咱们就在温州这一带地方啊 建立小朝廷 在陆地上抗击援兵 而当时的张世杰呢 却主张要往广东 要到沿海 因为后面是大海 有一条退路 毕竟张世杰手上有兵权嘛 温天祥只好离开了朝廷 只身来到了陆地上 不过呢 他一路上啊 可以说是招兵买马 到了江西啊 呼吁天下的义军 一起去反抗元朝 整个江西 大部分几乎都被恢复了 但是毕竟人家元朝是兵强马壮 所以呢 当时的元朝呢 就派了援军直接来攻打温天祥 那温天祥的兵马 毕竟没有办法跟援兵去比啊 只好一路败逃 后来到了哪里呢 到了广州 到了广东这一带 又开始重新的抗击这个援兵 特别是在朝周这个地方啊 当时那边呢 有两股土匪 温天祥就灭掉了他们 但是有一个匪首啊逃走了 这个人对当地的地形非常的熟悉 他怀恨在心 立刻就找到了元朝 他愿意呢 成为带路党 所以这一天呢 当温天祥在吴宁坡这个地方吃饭的时候 冤兵是从天而降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 温天祥身边呢 有一个部驾 看到事情紧急 让温天祥赶紧走 他披上了温天祥的这个衣服呢 高声的大喊 温天祥在此 以此呢 想给温天祥争夺一丁点的逃生之计 但是呢 没想到温天祥没有逃走 他呢 也被抓住了 那么抓住之后呢 本来他要被押往当时大都的 元朝的朝廷说 温天祥这个人呢 是个有能力的人 要折腹他 所以把他呢 就押在张鸿范的部队当中 要让温天祥亲眼看着自己 一心想守卫的 这个朝廷的覆灭 想以此来折腹他 想将温天祥收为己用 温天祥当时就写下那首 叫过宁丁阳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担心赵汉清 神明年旅人生光